那針對聲控的部分 老師也不用自己寫沒關係 我就直接打開這個範例好了 簡報48月 48月這個範例 感覺有花鼠 好進來 我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如果你想要在自己本地端執行怎麼辦 請從這裡 是不是檔案 有沒有一個叫做儲存 是不是就可以存下來了 你就可以用你的電腦端打開也可以 這沒有差 所以你要用電腦端執行或雲端執行都可以 那也可以很輕鬆的把它保留下來 好 那您看到我們在這邊 目前當然 就是它的這個 語音辨識的部分 只支援Chrome跟Enjoy 所以呢 現在高中生理上的 手持iPhone 通常是超過很周圓 所以有時候很討厭 像九軸 我們那個九軸 那個部分 在iPhone上好像不能執行 就是只要有牽涉到 麥克風 網路攝影機 然後九軸 像這種 比較會有一些 資訊的 它都會 就是安全性的理由 所以 會沒辦法存取 原則上 這些東西就是 以 Android為主 這樣子 好 所以老實知道為什麼 今天要請大家在Android手機來的吧 因為地上都可以撿到 哈哈哈 iPhone地上撿不到 好 那這個 我們就可以直接來試看看 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第一次執行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出現 網路上這裡 有沒有 要允許 要允許 存取你的麥克風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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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克風不行 對不對 其實我 最近在用的時候 我發現一件事情 是哪裡 有差 你知道嗎 這裡 因為我們戴口罩的時候 它那個辨識度 變差了 這個好明顯 我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我們聽聲音 好像我們自己聽的還好 但是那個 透過麥克風進去的 它那個就 你看下面 我有沒有即使把 把那個我現在講的 直接翻譯出來 可是不好意思 我先 拿下來一下 我現在在這邊講 有沒有感覺 開燈 有沒有準確很多 就只差這一層 有沒有 這樣老師了解 所以不準 不是你的錯 都是這一層的錯 真的真的 我本來想說 怎麼會差那麼多 後來才發現 口罩 才隔一個這樣子 它的辨識度就 馬上降低了 所以老師 您可以試看看 它現在很單純 你看喔 我們在這邊 我剛剛把那個怪獸 有沒有 是不是告訴他 包圍 辨識出來 文字顯示出來 就這樣而已 就這麼一行 以前比較麻煩 以前要 多做一個 多做一個 現在就是這樣 直接丟出來 那你告訴他 也要語音辨識 你看 如果你告訴他 如果你告訴他 你要語音辨識 你就只有這樣丟出來而已 有沒有就丟一個出來而已 他就自己做啦 他只要在這裡面做 但是老師要留意一下 因為你會講很多次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把這一串 我把這一串 有沒有丟在一個 無限回圈裡面 這一串辨識 因為你如果只放 放一個 他就只辨識一次 所以我必須讓他不斷的做 所以我把它放在一個 回圈裡面 如果你希望他永遠都執行 不是這個地方要勾講 在背景嘛 那你就可以把其他積木再加進來 最近都感覺到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的時候 我們很麻煩啦 就是你一定要寫函數啦 一定要把它獨立成函數 那我要執寫的時候去教他 所以 這個部分呢 老師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辨識的部分呢 你也可以像這樣 因為 我們現在做的這些東西 都可以 就是跟我們下午的做結合嗎 對啊 好 那我就先停止囉 所以語音辨識 你留一下 那有一種可能 就是 這種通常 如果你講很大聲 但是他辨識又不好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孔罩的問題 另外一個主要就是 電腦麥克風的設定 有的電腦麥克風 他可能 就是那個 輸入的那個音量 增量 增益不夠 然後變成講進去很小聲 不過因為大家都已經經過那個 線上課程的洗禮 我相信大家這種問題應該比較傻 都已經 應該都已經解決了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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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